各位男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可能有的男友还记得 我大概一个月以前从厄瓜多尔进口了一批兰花 主要是卡特兰 当时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开箱视频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 我建议大家先看那个视频 我把链接放在右上角 这些卡特兰当中有一些是带花鞘来的 但是我完全没有指望它们开花 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没有根了 让我大感意外的是 其中两颗居然在一个月之内开了花 让我真的是非常的惊喜 首先打开的是这颗 Catelia Amazone 这是一颗半原生种 它的两个青本分别是鼎鼎有名的 Maxima和Paparata 这颗半原生种呢 厄瓜多尔蓝元网站上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一个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粉色版本 还有一个是蓝色的版本 说真的我内心本来是更喜欢蓝色版本的 但是蓝色的更贵 鉴于这是我第一次从厄瓜多尔进口兰花 我不是很确定它们的质量如何 所以最终呢买了这颗比较便宜的粉色版本 不过说真的我一点也不失望 因为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颗的颜色 我个人觉得它的花形比较接近Maxima 尤其是它的唇瓣 但是呢它的两个花瓣 上面有明显的经络 所以也能微微看出Paparata的影子 对我而言这颗Maxima和Paparata的杂交种 要比Maxima本身还要更漂亮一些 这次呢它一根花杆上开出了五朵花 我觉得相当不错了 不过呢好景不长 因为它没有根嘛 所以没有办法有特别多的能量用来开花 所以这个花期只持续了一个星期 就掉落了 但我觉得呢我能看一眼 它的花已经是非常的满足 对了我刚才忘了说 这颗也有清浅的香味 现在呢我已经可以看到 它正在长一个新的芽在这里 好了现在再来看第二颗 这颗的名字叫做Catelia Safirata Sorulia 同前面的颗一样 这颗呢也是Maxima的杂交种 大家可以通过它的唇瓣看出来 其实呢这颗的唇瓣跟前面那颗有相似之处 对不对 前面那颗是50%的Maxima和50%的Paparata 这颗呢是50%的Maxima 25%的Paparata 也就是说这颗呢是由三种 原生种的卡特兰杂交而成 比前面那颗多出了一种 也就是Catelia Mossier 大家可以通过它的这两个比较宽大的花瓣呢 看得出来Mossier的影响 平心而论这颗本身呢其实挺好看的 不过它跟我想象的差别很大 因为Aquageneral网站上放出的这颗的照片呢是 非常浓郁的紫色 而我这颗呢花瓣几乎是白色的 只有非常浅的淡紫色 它的唇瓣呢倒是比较浓郁的紫色 现在大家在视频里面看见它好像是紫红色 现实生活当中呢它更接近于紫蓝色 不过它的花形呢倒是和网站上给出的照片非常接近 所以呢我不认为这是错版的 应该还是因为杂照的过程当中开评不定 不过无论如何吧 对于这颗坦白讲我内心是有一点点失望的 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打开了两天 我还没有闻到任何的香味 这点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它的三个青本都是有香味的 好了我停止抱怨了 毕竟它的花还是挺美的 而且呢花朵相当的大 尤其是跟它相对较小的植株比起来 这一朵花呢就显得更加的巨大 这一棵呢现在我是把它种在树皮和水苔里面 也已经长出了一个新芽 这点也很让我欣慰 因为我从欧瓜多尔兰员买的其他的一些卡特兰 现在不少呢都出现了赶发黑的现象 有时候我不得不把它们的赶剪掉 而且不只是一棵两棵 很多都有这样的现象 这是极少数没有出现发黑现象的极壳兰花之一 好吧今天的更新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喜欢的话请帮我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